这个女孩居然发现了苦瓜的新吃法 变黄的苦瓜对半切开 里面是红通通的苦瓜子 男人半信半疑尝了一口 竟然意外的甘甜美味 看着眼前笑容明媚的小指 阿犬的心中泛起了丝丝温暖 不久后 她又在大雨倾盆的晚上 目睹了小指勇敢于前男友决裂的样子 于是在第二天早上 她来还小指的盘子 并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作为鼓励 小指被突入下来的温暖冲昏了头脑 可随即又听说阿犬在酒吧上班 回想起第一次见面 她纹身又抽烟的样子 小指不由的有鞋发出 在洗衣房碰到阿犬时也不敢多停留 刚准备离开 阿犬却递给她一杯茶 轻信的香味让小指瞬间放松下来 恋爱的齿轮似乎又开始了转动 但相比于恋爱 更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小指面前 那就是存折里的钱所剩无几了 小指来到了职业所 准备来领自己的失业保险 在这里 她遇到了另一个来找工作的女人 听着工作人员对她的属于 小指不由的感同身受起来 于是在洗手间碰到她时 小指鼓足勇气和女人搭了话 两人就这样一见如故地聊了很久 女人也表示很开心能和小指聊天 并希望两人去茶馆做作 这是小指辞职以来 第一次交到真心朋友 友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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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 geral 那么 从猪'M